我们确实是有冒险精神 但我们不是赌徒 一日清晨 李一刚起床就接到了雷吉格林打来的电话 说康宁公司的总裁皮诺斯已经在路上了 让李一来一趟公司总部见一见 李一实在抱歉 刚才开了个会 不知道你来了 李一笑着说道 没关系 你忙你的 反正我今天过来主要是和康宁公司的人会谈的 雷吉格林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李一刚才我们就什么时候收网 达成了共识 决定等美联储第三次加息之后再撤 李一笑了笑说道 格林 恭喜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雷吉格林摇了摇头说道 李 其实我和你都是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具冒险精神 投资的时候习惯于利润最大化 即便是明知道会有极大的风险 格林 你的意思我明白 但并不认同 接着李一再次说道 我们确实是有冒险精神 但我们不是赌徒 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不知道结果却抱着侥幸心理 将钱压上去那才叫古博 而知道结果再去下主 这也叫投资 雷吉格林若有所思的说道 这么说来 你已经吹断出了 此次做空黄金的结果了 李一模棱两可的说道 差不多吧 雷吉格林问道 那你觉得金价跌到什么价位 收网合适 我觉得270到300美刀之间比较合适 反正我什么时候 准备收网你们这边 及时跟进就行了 既然雷吉格林这么上道的话 李一也不介意带一带他们 正说着 雷吉格林的秘书进来汇报 说康宁公司的人到了 双方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后 终于就关键问题达成了共识 随后 律师立即起草协议 在确定无误后 李一和皮诺斯同时在合作协议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2月23日 今天的华尔街气氛有些凝重 也有些压抑 因为昨天美联储方面发出公告 今天上午 美联储将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 贵宾势力 乔治吉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Boss 美联储加息了 国际金价暴跌 此话一出 整个屋里所有人都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乔治现在国际金价多少了 375美刀每盎司 接着乔治再次说道 而且市场上已经有人将七指合约的标价 调整到了36800美刀没手了 雷级格林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他快步来到李一身边 声音颤抖地说道 亲爱的李 我们赌对了 我们赢了 李一笑了笑说道 格林 镇定一点 你可是公司的总裁 天大的事情 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你说的对 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不 你必须冷静 因为这只是一个开始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的金价 很有可能降到320美刀左右 听到这话 雷级格林强迫自己要冷静 他明白李一的意思 如果国际金价真的跌到320美刀的话 他必须要认真地考虑一下 自己要不要收网撤离 毕竟这个价格已经足够的低了 欺净触底 雷级格林沉申问道 李 要是金价降到320美刀每盎司 你会不会收网 李一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会 那可是320美刀啊 你真的不怕金价反弹吗 我前几天就和你说过 我的心理预期是270到300美刀 国际金价不跌到300美刀以下 我是不会收网的 雷级格林一脸感慨地说道 李一 你真是一个投资疯子 在投资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雷级格林见过不少疯狂的投资者 但他们大多数都是亏了钱之后的疯狂 但是李一却不同 他不是那种输疯了的独狗 他是真的疯狂啊 一日 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依旧在持续 纽约黄金期货市场这边 今早一开始价格就一路下跌到了302美刀了 就在李一等着价格正式跌破300美刀大关的时候 雷级格林找到李一 提出想要收网的想法 对此 李一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让他自己考虑 华尔街格林兄弟公司总部 大会议室里 公司所有的高管齐聚一堂 随后雷级格林开口说道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交割 此次做空黄金 我们共出资20.84亿美刀 并动用了10倍杠杆 拆截到45.6万手黄金期纸合约 并以每手44800美刀的价格抛售出去 而今天 我们又一每手30600的价格 购入同等数量的黄金期纸合约 并顺利交割 再扣除交易所的手续费 交易费以及机构的资金使用费后 此次投资 我们共获利61.68亿美刀 话音落落 整个会议室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烧落 就听雷级格林再次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 此次投资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 我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我们的副总裁李懿先生 要是没有他的支持的话 我们可可能会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请大家将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亲爱的李 一时间 会议室里的气氛迅速高达起来 一日清晨 当李懿来到了楼下的客厅 就看到雷级格林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雷级格林当即说道 我今天过来主要是和你说说股权分红的事 听到这话 李懿的眼睛顿时一亮 当即问道 格林 此次分红已经算出来了吗 对 按照持股比例 你可以分到8.74亿美刀 接着 雷级格林亲自向李懿解释起 为什么公司赚了60多亿美刀的利润 而他这个持股30%的大股东只能分到不到10亿美刀 毕竟这次投资对于他来说 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手套白狼 事先一分钱没出就拿到了公司30%多的股份 现在又一下子分到了这么多钱 就算是还万代维斯等人的股权转让的资金 也能落下不少 还要啥自行车 格林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 雷级格林严肃地说道 现在就可以 不过必须得处理好自己的税务问题 不然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他见过太多的东方人 因为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税务问题 最终引发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他不想李懿也步了这些人的后尘 李懿当即点了点头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会请专门的会计师处理这事的 接着雷级格林再次说道 对了李懿 你拿到钱之后 最好是先把戴维斯他们的钱还掉 一旦超过两个月的期限 我担心那些人会以你违约为由撤销合同的 行 钱一到位 我就立马履行合同 李懿也明白雷级格林的担心 毕竟这次做空黄金是瞒不了人的 再加上戴维斯等人在公司时间也不短 或许昨天公司的收益有多少 戴维斯等人已经知道了 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局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纽约格林兄弟公司 到了是旅行之前的股权交易中的 最后一个环节付钱 雷级格林见人都到齐了 当即倾壳一声说道 应李懿先生的要求 我们聚在了一起 来见证一场伟大交易的彻底完成 这将是今年华尔街 最大的一笔股权转让交易 李懿自信的说道 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交易 就在这时戴维斯突然说道 等一下 雷级格林当即问道 戴维斯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李懿 我们想回购公司的股权 你开个价吧 李懿语气坚定的说道 不卖 戴维斯等人想什么 他也知道 无非是看到格林兄弟公司咸鱼翻身 他们后悔了呗 戴维斯再次说道 我们可以补偿你三亿美刀 不卖 五亿呢 不卖 接着李懿再次说道 戴维斯先生 实话告诉你吧 相比于这些股份 我本人更看好 格林兄弟公司未来的发展 我相信这家小公司 在未来会成为全世界 都有名的投资公司的 所以不要说是三五亿美刀了 就算是你们现在拿出三十亿美刀 我都不会将这些股份转让出去的 听到李懿的话 戴维斯脸上的神情顿时一按 闪过一丝懊恼和愤怒 但更多的还是后悔 自从得知公司一举豪赚六十多亿美刀后 戴维斯的心就像是被刀子割一样 生疼生疼的 原以为以每股三十二美刀的高价 将手里的股份卖掉 是稳赚不赔的事 没想到现在亏到了老婆家了 戴维斯等人见着 他们只能无奈的拿着钱 然后灰溜溜的离开了公司 贵宾室内 比利有些激动的说道 Boss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李开门见山的问道 比利现在国际金价 以及黄金七纸合约的价格 各是多少了 比利熟练的回答道 国际金价已经跌到了 275美刀每盎司了 而黄金七纸合约 每手在27300到27400之间浮动 周星华和李云宝等人是满脸的震惊 因为他们记得李毅曾明确说过 国际金价会掉到每盎司300美刀以下 没想到竟然真的跌到了这个价位 这推断简直是不要太准了 坦称神预言 雷纪格林的心里那叫一个后悔啊 对于他这种纯粹的商人来说 少赚就等于亏钱 现在少赚了十几亿美刀 这相当于损失了十几亿 昨天结算时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 李毅没有在意众人的反应 他略做思考 随即说道 比利从现在开始 缓慢回购市场上的七纸合约 记住速度不能太快 一旦价格有上幅的趋势 立即停止收购 等价格下调再进行收购 随后 比利便按照李毅的命令 开始布置了起来 待比利等人离开贵宾市之后 雷纪格林苦着脸说道 李毅 真的被你说中了 国际金价竟然真的跌到了 每盎司270多美刀的低价了 你这次真的是赚大了 李毅笑了笑问道 后悔了 雷纪格林年代些许尴尬地说道 嗯 有点儿 格林 其实你无需后悔 投资要胆大欣喜 但是却忌讳贪心 接着李毅继续说道 坚持一步 可能是天堂 也可能是地狱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最好还是不要去冒险 雷纪格林好奇地问道 李毅 那你是怎么肯定 国际金价一定会跌呢 呵呵 因为我是李毅 听到李毅这逼格满满的话 雷纪格林顿时就有点猛了 装逼的人他见过 但是能装得这么有逼格的他 还是第一次见 然而就当他想进一步询问的时候 李毅却说了一句 令他一头雾水的话 无根福音空欢喜 为物真经套中人 12月31日 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天 今天一个名叫李毅的东方人 狠狠给华尔街的这帮精英们上了一课 夏普公司那边给出了结算 结果53.449亿美刀 当然了 李毅拿到这笔钱之后 还需要给纽约这边的税务局 交5.34亿的税 剩下的48.1亿 才属于他们此次投资的纯收益 除了李毅外 谁也没有想到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在纽约这边的期货市场上 赚了48亿美刀 按照现在的汇率 这笔钱价值378亿港元了 可以说是 他们见证了一次投资奇迹 随后李毅便安排起了回国的事情 1982年1月7日上午11点 机场外的停车场上 十几辆豪华轿车整齐列队 与此同时 大批的黑衣保镖则是从机场里面 一直延伸到车队旁 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又高调 一阵热情的寒暄之后 李毅在众人的簇拥下 上了李家的车队 然后直奔李家庄园而来 老李 你怎么带着何先生和罗先生 他们来接机了 这多不好意思啊 李福跳摇了摇头说道 可不是我要带他们过来的 而是他们主动要来的 主动要来 对 而且不止他们 庄园里还有几十个华人富豪 在等着你呢 要不是我拦着的话 恐怕他们都跟着过来了 听到这话李毅也猛了 当即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没啥 就是你在纽约 做空黄金的事情 让他们知道了 大家伙都想见见你 这个一己之力 血洗华尔街的人 接着李福跳再次说道 这事倒不是我们传出去的 而是你在纽约那边的动静 实在是太大了 前几天 贼英那边包括报纸 杂志以及电视在内的各种媒体 都在报道你血洗 纽约期货市场的事 港岛这边的媒体也注意到了 随机也开始疯狂的报道这事 这事在经过媒体的大篇幅的报道之后 不少人就给我打电话求证 你也知道 香河家 罗家这些人 我是没办法隐瞒的 再加上你那边已经收网了 于是只能实话实说了 李毅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还当是老李 你专门邀请他们来接我的呢 没有的事 不过大家伙 为你接风洗尘的心是真的 所以我就顺势在庄园里搞了个就会 李福跳将李毅以及黄丽星 李云宝叫到了自己的书房 李毅兄弟 何家以及罗家的那几位 想让我问你一件事 他们想仿照英姿集团那样成立一个华姿集团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听到李福跳的话 李毅沉默了 说实话 他本人对于参加这个华姿联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原因很简单 因为李毅不想被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他来港岛的目的就是赚钱 可不仅仅只是从英姿集团那帮鬼佬身上赚钱 整个港岛所有人都是他的目标 自然也包括何家 罗家这样的富豪家族 如果加入了这个联盟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就会从现在的熟人进一步升级为盟友了 有了这层关系 李毅遇到机会还怎么能毫不犹豫的下手呢 就比如说李福跳 按照李毅对他的了解 四年后李福跳的远东证券交易所将在港英的撮合下 与港岛证券交易所 经营证券交易所以及九龙证券交易所 正式合并为联合交易所 届时李福跳将会成为联交所的第一任主席 但是就在他上任后不久 联交所就迎来了规模空前的八气股灾 在股灾发生后 老李因为判断失误 做出了一系列的要命措施 李家乃至于整个港岛股市都为此损失惨重 本来在李毅的计划中 他会在股市遭到重创后抄抵各大公司的资产 但现在双方的关系这么好 李毅自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李犯错误 同样的 如果他与何家 罗家这些人结了盟 李毅在行动的时候就会束手束脚 一个不慎就会变成落井下石的小人 看到李毅的表情 李福跳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随机说道 李毅兄弟 你是不是不太愿意参加这个联盟 李一点了点头说道 确实是不太愿意 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接着李福跳再次说道 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这事对于你来说未必是坏事 毕竟这事要是成了 你在港岛这边就会多出数十上百个亿万富豪的盟友 你的根基就真的无可撼动了 李一点了点头说道 老李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要是加入了这个联盟 势必会极大的限制我在港岛股市的操作 毕竟我这人要么不动手 一旦出手 那都是波及面极广的大杀招 有些时候是不分敌我的 加入他们的话 太影响我的发挥了 他们想过李一可能会拒绝 但没想到他拒绝的理由竟然是这个 但仔细想想 李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明白了 但话音一转 李福跳再次说道 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过我受人支托 还是将话说完比较好 和先生和罗家主 他们也想到你可能会拒绝 因此也开出了不少条件 你要不要听听 听听也好 如果你和星辰公司 能加入这个华资联盟的话 他们愿意共同推举你来担任 这个联盟的话事人 就和英姿集团的爵士一样 然而李一却淡淡的说道 没啥兴趣 虽说这个话事人听起来 似乎牛皮红红的 但是在李一看来 这纯属是没事给自己找事 他自己名下的那么多产业 都不知道找谁管理 哪还有闲心私管别人的事 再说了 他的根基毕竟是在内陆 以后大概率的也是会常驻京城 担任这个话事人实在是不太方便 李福跳再次说道 此外 我们也知道对岸正在搞改革开放 并大规模的对外招商引资 如果你愿意加入华资联盟 包括何家 罗家 包家 国家以及我们李家在内的所有 华资公司都愿意到对岸投资 支持国家的建设 听到这话 李一神情危动 老李 听你这么说 你也是希望我加入这个华资联盟的 对吗 对 我们不想再被人欺负了 而你就是我们战胜那帮鬼佬最大的依仗 即便是你什么都不做 只要你在我们就有信心 李一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就加入这个华资联盟 不过我也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第一个条件 我不当这个联盟话事人 但如果有需要我会出手的 接着李一继续说道 第二个条件 我们这个联盟不是什么人都能加入的 不仅仅要看实力 更要看三观 以及对联盟的贡献 除了初始会员外 以后新会员加入都要全体成员表决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一方可加入 第三个条件 所有加入联盟的成员都要到内陆投资 普通成员可以不设具体金额限制 但是核心成员三年内的投资额 不能低于十亿港元 李福跳当即说道 这三个条件我记下了 回头我和何家 罗家 国家的当家人说一说 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好 随后李一再次说道 闲事说完了 那我们还是谈谈这次投资分红的事吧 听到李一的话 李福跳以及黄立行等人的眼睛顿时亮了 前两天 此次投资的本金利润就通过相关渠道转回到了港岛 足足有67.27亿美刀 当时李福跳看到这笔钱之后 整个人都麻了 这可是67亿美刀啊 以目前港元对美刀的汇率 这笔钱相当于526亿港元 黄立行有些激动的问道 李一兄弟 现在就要分钱吗 嗯 这次做空黄金的项目 我们共投入资金20.2亿美刀 税前收益53.15亿 税后纯利润48.1亿 不过前几天 我在贼英投资了不少企业 临时挪用了1.3亿 这个钱结算师 我会从里面扣除的 李福跳和黄立行同时点了点头 表示没问题 老李 此次投资你出资3.5亿美刀 占所有投资额的16.5% 理应分到7.93亿美刀的分红 接着李一继续说道 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约定好的 你的投资纯利要分一半给我 所以 你这次的收益为3.965亿美刀 这样分配你没有意见吗 李福跳高兴地说道 没有 没有 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赚了近4亿美刀 换算成港元的话可是足足有30多亿啊 这还有啥不满意的呢 李一随即看向黄立行 然后说道 老黄 你这次出资1亿美刀 占所有投资比例的5% 按照盈利 你可以分到2.4亿美刀 但同样你也要分一半出来 所以 你的这次的收益为1.2亿美刀 黄立行激动地说道 好好好 我很满意 谢谢兄弟你了 这是你们应得的 对了兄弟 那剩下的资金咋办 是转入公司还是 不等黄立行的话说完 李一便说道 先转入公司 接下来我们给客户进行第一次分红 听到这话 李福跳和黄立行都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黄立行才回过神说道 兄弟 我们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 这个时候分红会不会太早 李一笑了笑说道 呵呵 又不是非要到一年期才能分红 那倒是 可是 李一又打断了黄立行的话 老黄 这段时间 我们接连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运作 确实赚了不少钱 但我本人也确实很累 所以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公司账上没必要留这么多钱 接着李一再次说道 此外 我之所以坚持分红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没钱了 没钱了 听到李一这话 黄立行和李福跳再次愣住了 对 就是没钱了 我几乎所有的资金全部投进了公司 要是公司不进行利润分红的话 我真的没有多少钱了 随后李一继续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 接下来 我还得给一和那边支付 收购新借仓的那笔费用 不分是不行了 其实如果仅仅只是这些的话 李一也能解决 大可不必对整个公司的利润进行分红 但他必须得考虑国内 现在国内对外汇的需求 已经到了极致了 而港岛这边 对于投资公司的资金监管 还是很严格的 李一又不可能随随便便的 就把十多亿美刀的钱划走 所以为了照顾国内的情况 他只能提前进行分红了 反正现在公司也不缺钱 随后 李一就按照刚才商量好的方案 对那笔从纽约转回来的资金 进行了分配 这笔钱将会被分成三个部分 其中第一部分是 李福跳和黄立行的本金和利润 合计9.665亿 这笔钱他们两人 各自划到自己的账户里 第二部分是他们两个人的用金 合计5.165亿 这笔钱要达到李一的私人账户 但需要扣掉他临时借用的那1.3亿 这次行动之前 李一就和李福跳 黄立行说好吧 他们的私人投资的盈利 李一要一半 且这笔业绩不算在公司名下 所以用金自然是李一自己的 第三部分才是公司的本金和盈利 合计53.37亿 这笔钱将会转到 星辰公司的账户里 等待给所有投资者进行分红 做完这些之后 李一便离开了李家庄园